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最近的游戏广告好像不够给力啊 都没有推一些奇怪的游戏给我 居然给玩家这么健康的生态 厂商是转性了吗? 凌云诺 这款在中国被玩家戏称为小花蚁3 而既然都这么说了 就知道它们存在类似的性质 都是主打女性像的类型 按观例我们还是讲一下背后的成分 开发商为中国的友谊时光 发行商为母公司 易哥网路 而旗下像是 福生未清哥 西非Q转 宫廷记等 在台湾都是交给宫廷游戏 或者美亚高网路当跳板 而实际上架则为易哥网路旗下子公司 港商Superjoy或者心愿互动 而从这款游戏看下来 不难发现该公司都是在类似的赛道上打转 而凌云诺在B站跟TAP上的评价 也挺两极分化的 两者的下载量差距非常大 我认为其中应该不少有随军的成分 那来到游戏开场的PB 老实说做的还蛮不错的 挺有模有样的 那我们选完角色后 照惯例的话应该是会展开各自的剧情线 首先要讲一下这个城镇的塑造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美术很多用心的小细节 像这个喜喜朗朗热闹的街道 飘逸的旗帜 正吃的飞鸟 前里越接近权力的核心 整体的氛围也会随之改变 这点细节还挺有意思的 而整体是采用这种国风唯美丽绘 每次我看到这个风格 都会让我想到各种言情小说 都让我个人不太好这口 但说实在精致度上 离花异山还是有段差距 而主线剧群 如果先不看文本好坏 就以观赏甜言来说 做的还挺充足的 至少在主线对话上都会有语音 而且这过场的剧情动画 真的堪称一绝 难怪不少网友都希望他们去出动画 看来又是一间被游戏耽误的动画公司呢 不过虽然是主打剧情驱动 号称给玩家沉浸式的体验 但不定时跳出战力数值 跟夜游常出现的跑马灯 都让我不时会出戏回归现实 而且不知道该说是厂商在脱戏 或者是酝酿 剧情都跑了老半天 还是没有进入转折或者高潮点 这是准备演个上百集吗 而游戏的战斗 就是标准那种可以一键跳过的 全战力碾压玩法 但老实说 这Q版的小人做的倒是挺可爱的 不过回归到游戏 搭配了自中巡路 一键强化 爬塔 理线奖励 丰富的课金活动等 还有这个看似快乐的战力榜 外加各种消不完的红点 跟不定时弹出的广告 综合以上都会让我跟市面上的换皮游戏连结在一起 而这游戏被一些玩家戏称为复活玩的游戏 也真的是不无道理 厂商感觉就是什么都想缝一点 但又都做不惊 不过整体上这游戏本就是为女性玩家所设计 切入的角度就不同 就等上架后 等女性玩家去体验了 不过依旧奉劝 谨慎课金 理性消费 那我们接着来看另一款 动物朋友 王国 游戏改编至 其实也不算IP改编 本来就是个跨媒体制作 最早是由Netflix 制作发行的同名手游 结果连动画都还没上架 就先嗝屁了 而让脚穿是万万也想不到 本来不看好的IP 没有精美的作画跟高额的经费 仅靠着陀入监督 外加吉洛洛军朝的作者 及其关于绘制人设 还有那首令人洗脑的主题曲 层层元素堆叠下 第一季改变的动画 居然意外爆红了 并且获得超高的评价 将这原本半死的IP硬是盘活了 然后 不出意外 就要出意外了 在脚穿与某些商人的利益下 诞生了之后的925事件 第二季动画不只更换了监督以及制作团队 原本在第一季强调的 寻找人类自我以及与动物和平共处的世界观 直接被魔改成 人类生下来就是高人一等 其他的动物就是欠奴役 并且充斥着自我满足的个人观 其中剧情也含沙摄影 夹带各种失货 对第一季的制作团队以及粉丝 献上了满满的恶意 时不时就恶性下老观众 并且还选择与陀入监督的原创动画 烟草 在同档期播放 结果这堪称平行世界的作品 在最终化顺利拿下了95.3%的差评率 隆登平成年最后的份座的美称 可歌可泣可喜可贺 而这之间也穿插了某位引火自焚的Mr.矽谷生枝 不过整体事件蛮长的 相关讨论之前也有人整理过了 感兴趣的可以在自行去Google或者YT上翻翻 本次的开发商是中国的游乐科技 目前该公司最大的股东为腾讯 而中国的发行商则是交给子龙游戏 在台湾则是由游戏总指代理艺术游戏英雲 不过两间的负责人都是同一个人 而且也跟子龙游戏脱不了关系 就是你知道的那种关系 该游戏在中国的去年5月正式发布消息 并且展开封册 今年则在好爱福正式上架 这几天也准备在台港澳全群封册了 但查一下目前好爱福的营收 也是真的不怎么样 属于那种不可描述的类型 可能跟本身动画触及的群体也有关系 到时候还是看台版上架的状况 人物力会方面 有一说一每次听到IP改变的手游都很怕崩坏 但看到这Live2D的质量算是放下心了 整体还算挺不错的 高星角色在二绝之后也会送另外一套Live2D 仪式感整个upup 某个扣到不行的无情蜜兜 请学这点 整体在还原原作的基础上挺到位的 而人设也继承了原本子公项以及对动物科普的设定 你在图鉴中可以找到它对各类动物的描述 非常具有教育意义 值得为我们停下来观赏一番 不够可惜的就是在关卡推进中 剧情的演出是没有语音的 虫文字就是偏日常戏的对话 老实说观赏体验并不是太好 而战斗方面 这个拉弓弹射的玩法 就类似以前的公主T或者愤怒鸟 并增加了每一条射能发动奇迹技能的演出效果 虽谈不上多创新 但对于目前很多换笔卡牌都是纯回合字自动打可以跳过的玩法 还是能稍微提供操作战略跟可玩性 举例来说像这个黑熊 它是属于每回巨气蓄力的一拳超人类型 或者你也可以想成是海贼王的伊利萨贝罗 所以你还可以使用其他辅助角色 像是金士猴跟宁猫来帮黑熊debuff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对高HP的怪物输出一波 而这些玩法上的细节 在你解锁学习调查后就会有更多的了解了 而且在学习调查的玩法上 每个关卡会给予固定上场的角色 玩家需要熟悉各类角色的竞争特性才能顺利打通 不过整个战斗玩下来 我在个人的体验上还是有发现一些小缺点的 就是这个弹射加回合的打法会让每场的战斗拖得非常长 尤其在前期玩起来会非常不爽 首先玩家需要瞄准后发射 当对敌人碰撞攻击后会触发动画技能 之后再发动一个普通攻击 然后再换敌人攻击属于标准的回合制战斗 你可能想说还好吧 但实际上这一串演出并没有很流畅 因为接着第二位登场以后除了上述的流程以外 前一位角色跟敌人也会有自己的攻击回合 所以每回的战斗流程就会一直延长一直延长 外加这个技能动画每一关都要重复看一次 没办法强制关闭 所以每一次的弹射都是对我耐心的磨损 而这鬼才的战斗设计 你必须要通关到2-1解锁倍数以后 整个体感才会上升 纯纯的就是在考验玩家对这IP的信仰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IP 请务必撑下去 然后扫荡资源这重复看入波的方式 当初设计着玩法的天才你给我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这个好的不学都学这种脱台琴的设定 除了浪费电跟时间以外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好处 其他还有一些常规的派遣跟家人系统 但这方面就做的比较洋春一点了 没什么特别好介绍的 课金方面我觉得官方也挺贼的 一抽需要小赚450个 但大科一次只能兑换140个 这感觉就是后来为了能多捞一点才调整的 总不会说是福利给太多才需要扣一点回来吧 而老样子计算后不算加倍的话 10抽约在850元左右 算上IP价值的话 就看各位觉得合不合理的 有钱的话就当动物朋友 没钱的话你根本没朋友 总之结合在战斗上的体验 对于习惯自动化快节奏碎变化的玩家 前期相对会比较干一点点 可能一开始你玩起来还会很有爱 但这个爱会不会消失 就要问问你宝贵的时间允不允许了 总之就是一款非常粉丝项的作品 然后最近华裔国际也公布 准备在明年代理营运 SEGA于2019年开发上架的灯屋朋友3 这款在今年6月6号还上架PS4平台 结果6月16号就出现无法登录的问题 进入长期维修状态 一直到8月2号官方又直接公布 这个问题他们无法解决 决定停止该平台的营运 真是命运多喘啊 然后我查了一下目前日服的营运状况 虽然不太高 但某方面来说也是挺稳定的 可能就只望这次外服来拉一波血线了 结论 不公益成功难 成功益手工难 手工益中工难 一款IP的成功其实并不容易 不只需要各方团队背后的努力 也是多少粉丝支持的结果 成也风云败也风云 业力的回力标终将回到自己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GD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